涉及室内装修工程 那这个呢我们有去确认说 现场他打勾 回来他们也确认了 那就是电梯的装修工程 拿出检查记录表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吴佩义 执意台北市府早在大火发生前四天 4月22号就知道钱贵在施工 却没有去要求去督促他 必须要提消防计划 甚至没有去进一步要求他停工 监管处主办府及公安检查 4月22号晚上7点50分查钱贵林森店 距离4月26号夺命火警只隔87小时 当天六个检查项目都符合规定 但关键这一行涉及室内装修打勾 议员揪出这代表有施工 但钱贵媒体报施工中 消防防护计划书照样开门做生意 到底安检后87小时 北市府又做了什么 查证结果就是说 他这个施工是有申请变更 使用许可的合法的 业者没有向消防局申请 监管的部分都符合法力 事件文处主办 他们承办人员还没有收集到 相关职没有会整完成 没有提报这个系统 变成我们查这个系统 以后发现说没有这个案子 所以昨天市长说实在也很生气 消防和监管单位互踢皮球 更起人疑斗的 就是北市府密集检查都看不见 3月6号商业处说合格 3月30消防局说合格 最近一次4月22号 伏击公安检查也合格 48天内三度安检 24项目全过关 那为什么柯市长在记者会上面 完全知字未提 没有提到4月22号 有这一场伏击公安检查 也没有提到说市府先前就已经掌握 潜贵有在施工的情形 台北市府对4月22号的安检 直辞不提 是神经大条有疏漏 还是刻意装瞎隐匿 包庇潜贵 记者董佑俊 邵玉敏SNG小组台北报道